Hello 大家好 繼續我們今天的今天的R.I.P 而今天的嘉賓就是阿Deeb 吳浩康先生 Hello 大家好 Hello 嘉聰明 首先要跟阿Deeb說一聲 多謝和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本身約了兩點 但有些技術問題 阿Deeb等了半小時 不介意 每個面都有 阿Deeb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都不好意思 多謝阿Deeb 好了 我之前在IG收集了觀眾的一些問題 今天我就代他們 問一下阿Deeb 好 第一個 很多女觀眾和女粉絲都很關注 現在有沒有拍拖 我現在沒有拍拖 我最近很難得找到我的好朋友Kenny的新歌 我覺得完完全全就是我現在對於感情的看法 這一刻的 是一個怎樣的看法 這首歌叫乾爹 乾爹就是一個很乾的 很傻的一個人生活的人 它裏面有一句歌詞叫做 人生即是乾 還暫時乾得很高興 這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所以是重新演繹了乾爹這個字的意思 因為以我們正常理解乾爹又是另一件事 對呀 包養的 沒錯 我當時拍一刻之後 我現在的感情生活就跟乾爹一樣 我就會 譬如我現在如果不想這件事 一定是因為有些事是你很專注在做 或者很努力去做 你才會不想想這些東西 那那件事是甚麼呢 我覺得第一我自己近年又開始踩車 就是開始踩一班 其實我的生活基本上 給我兩樣三樣很重要的圍繞著 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音樂 是這個佔最大比重 我覺得我自己一個人控制 那個節奏控制得好 好有趣 我覺得自己在自己生活中 找到一種平衡 而這種平衡 我不敢保證加多一個人進來之後 會否維持到 或者會是好了還是差了 但是反正現在我暫時 還好 明白 所以其實也不會強求找一個 其中一個合適 大家一起舒服的 我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 好了 講完感情 也有很多觀眾 也有關於音樂方面的問題 想問你 這個朋友想問 為何會選擇音樂這條路 沒有辦法 我簽第一份唱片合約是16歲 人生第一份工作就是這一份 所以我 也都在當時已經立了自作歌手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不做這一行 沒有 沒有想過 雖然中間有去做過其他行業 因為做我們這個行業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經常都會賺到錢 當賺不到錢 又繼續很想在這行發展 所以中間就會有做過其他 行業 跟我以前也是這樣 喜歡玩魔術 都是打其他工作來支持自己的夢想 還有我覺得 追夢想可以熬眼睡 但是我不容許自己熬肚餓 所以其實夢想 追夢想是應該要做好本分之後 拿額外的時間去追夢想 所以追夢是困難的 對 我覺得 追夢是要有一個計劃 有一個計劃 知道其實應該怎樣去做 而不是 喂 就拼命 就是做一件事 沒有想的 其他事情 我覺得很好 Dip 這個是 好的方法 我覺得 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觀眾問 最喜歡自己 哪首歌 為什麼 下一首 永遠最喜歡的都是 最新的那首 見面再渴到了分水 風雨中細雪到心裡 時雨飛過顏 原因是 因為就是一隻 一隻的作品去 堆砌我 還有 好像是 急急街磚鋪我的音樂路 有沒有特別不喜歡 可以想想一下 特別不喜歡有的 可以說嗎 我自己有一首歌 叫做百年孤席 是我自己寫的 那首歌我覺得 自己處理得不太好 我到現在都不太滿意 那個作品 不怕 或者可能遲些 在YouTube 拍一條Live的影片 可能 有一個新的版本 都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還有現在 在這段期間 多了時間去做這些 那我也有想過 重新再將它編過 當自己一個 了自己一個心願的project 好 下一個問題 接下來 有沒有計劃 來澳門開演唱會 沒有計劃 是 但我也想來的 因為上次來月沒有人看 不是吧 是吧 不知道為什麼 上次來月沒有人看 計劃暫時沒有計劃 但是也有 好幾個朋友 有提議 有料過我去做這件事 希望 疫情過 我可以盡快跟澳門朋友見面 然後這個問題 都是關於音樂 是 如果當年真的沒有做過歌手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會做些什麼 做些跟音樂不相關的東西 我想都會像廚師 我自己都喜歡煮東西 不是聰明的 其實還可以的 可能你做廚師 再調唱歌也不錯 我相信 是的 炒著 溫煎炒 我期待之後會不會有些關於食譜的音樂 做出來 做一隻碟是全部交大排檔食物 我不知道 好 然後還有下一個問題 當時是比較新的 然後大家一起分 很融合 那兩三天的拍攝是我最深刻的 明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是 人生最低潮是甚麼時候 怎樣度過 人生最低潮是我媽媽離開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 因為我很多唱片都不能賣 然後公司就跟我說需要停一停 我想相差那半年左右 然後再跟那時候的另一半分開了 幾樣東西加在一起 現在我過了 你知道很多東西過了 之後看又是另一個看法 過了的那時候是我生命裡面的一個轉化 因為有很多的狀況出現 有很多的問題要解決 令到我需要將自己重新整理 但是確實在我經歷的那一刻 對我來說是一個生命裡面的底潮 我這樣聽起來其實都很好 人生最總教的事 事業愛情親情 都是在那半年裡面出現了問題 但是你當時是怎樣去 你現在是看回 其實是一個經歷 一個令你自己成長 令你一個轉變 但是當時一定不是這樣想的 當時是你怎樣去當時 我怎樣在裡面走出來呢 其實媽媽的離開令到我和爸爸的關係近了很多 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覺得 我覺得媽媽的離開其中一個要我學會的就是要知道其實爸爸有多重要 要懂得去珍惜這個親人 所以之後我就覺得我要給爸爸一些好一點的生活 要做的就是不要令我爸爸那麼擔心 所以當時你是有 譬如說歌手這部份就停一停 那段時間又去做其他工作 那段時間我去了做保險 因為做保險的時間好像彷彿我又可以有一個新發展 亦都anytime有些什麼幕前的工作 我又立刻可以回來去做 反省一點 嗯嗯嗯 我想問一下會不會 就是你本身就是歌手 那麼做保險的時候 那譬如你的客人或者同事 他們有沒有很好奇會問你 很多事情會問你 或者其實自己心理的關口 嗯 就是你怎樣去應付那樣東西呢 我個人很有趣的 我決定得去那裡就沒有放下包袱 亦都沒有以前沒有現在 我只有將來 我很記得有一次 這個不是難面對 我真的忍不住笑 那我上上下那些training 因為保險了很多training 那我隔壁那個男同學 突然間轉過來 阿D 為何你會偽然離開娛樂圈 你參加保險的呢 我說 那首先呢 我未離開 第二呢 我亦都沒有偽然的 這個是 淡言而已 OK 第三 如果我是有得選的話呢 我就應該會繼續唱的 所以其實這些都不是我的選擇 嘩 我想這樣聽到其實 你都是一個我看來是千級能屈能伸的人 都不會因為自己是一個歌手 或者怎樣包袱 就是你用任何方法去解決那件事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要走去 要走到人生的一個階段 我會接受 我會接受並且我會扭轉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可以這麼豁達的 我覺得有這個意志力 其實做很多事情都會成功 我自己感覺而已 希望我們將來都會勝負一點 再一次多謝阿Dee接受我們今天訪問 好 謝謝 剛才聊天 阿Dee說 如果有機會 當他可以過到澳門 或者我們過到香港的話 不可能他會想來我們 不是的 我簡直有想過的 一有機會通道關 就上個大排檔 或者最緊急馬戰 我經常看 我想搞一個網路版 可以研究一下網路版 但我現場就習慣一點 因為網路很難對別人喝的 你知道我們那個是很激烈的 而且網路可能不可以喝食物 因為透明的人真的會用水來辦 我想我會 那我真的期待 各位觀眾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在我們大排檔 見到阿Dee 還有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訂閱 阿Dee 現在其實也有一個YouTube頻道 是 大家也可以訂閱 再一次多謝阿Dee 還有不好意思 今天要等了半小時 所以所以所以 沒有問題 很喜歡阿Dee 他完全沒問題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拜拜 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都覺得我樣子壞的話 請訂閱和按讚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 拜拜